136 太陽報 難你 古災未決年內加息 2015年7月12日財經 B02財經頭條希臘危機和中國股災似乎未有打亂美國加息部署 聯儲局主席耶倫上週五發表演說時,重新當局可於今年稍後加息 以使貨幣政策開始正常化,言論令加息如期再度升溫,未債應升級錯 而美國利率期貨顯示,9月加息機會由上週三的21%升至33% 12月加息機會亦由54%飆至67% 市場高度關注耶倫今次說話,主要者是他自希臘局勢急轉席下和中國股市報跌後首度公開發言 雖然耶倫強調經濟和通脹前景高度不明朗,意料之外的事態可能押後或加快恢復加息時機 但他只在演說稿中的一小段提到希臘危機,形容情況仍未解決,更直至不提中國 至於耶倫對美國經濟前景審慎樂觀,並稱與6月以息是官員的評估大致相同 他指出兩大不利因素的影響正在減退,包括強美元和油價下滑 為同時指就業市場依然未全面復甦 耶倫從新外界對首次加息的時間不應過度看重,最重要是未來利率走勢 而他預期是戰爭及不會太快,耶倫將於本週出席國會聽證會 發表半年貨幣政策報告,並接受議員的質詢 預期之內難衝擊港股資本市場高級美國經濟師 J.Kababine指出,基於市場十分擔心希臘情況 耶倫的演說理應充滿甲味,雖然有提過希臘 但他實際上向市場表明,美國的基本因素更為重要 康宏資產管理業務拓展部統時吳方進表示 美國經濟復甦步伐理想,近期的非農就業數據很強 故了聯儲局肯有機會在今年內加息 他指美國的加息幅度不會很大 加上市場已一早對此有所預期 因此相信者不會對港股市場構成很大衝擊 他補充,傳統上加息不利公用及地產者 借資本密集的企業,但有望提高銀行的正式差 對他們有利,而科技股普遍所受的影響會較少 他令指,現時本港樓市已達一個周期的頂部 基於供應不足等因素未出現跌勢 但隨格每磅契微W加 加上外圍環境的不明朗因素 美國加息有機會成為一個轉歷點 令本港樓市慢慢轉勢向下 歐元大反撲增月1.11的論的加息言論 加上避險情緒降溫 美國三十年期債息兩日一度漲最多23點子 兩年最近,十年期債息週五再升8點子 全州倒升2點子至2點4來 蘇格蘭王家銀行證券美債策略原報 呂格斯認為美國9月有加息機會 相信美債再有拋售空間 會市方面,希臘局勢舒緩下 歐元大反撲 上週五對日元一度敬彈2.52% 創餘兩年最大升幅 收補136.921元 漲2.25% 全州倒升0.4% 歐元週五對美元亦升1.14%至1.1162% 日元對美元強勢短暫 上週五對美元回落1.19% 收補122.78對1美元 發霸預期日元將溫和但持續貶值 年底前或落至130對1美元 聯儲局官員近日適口言論聯儲局主席耶倫 強美元和油價下或兩大不利因素的影響正在減退 聯儲局可於今年內加息 波士頓聯儲銀行行長羅森格倫 若增長負預期 聯儲局應今年內加息 但要代致希臘危機的經濟和金融市場影響明朗化 資加哥聯儲銀行行長埃文斯 美國以至海外經濟的不明朗因素增加 而且美國通脹不如預期般強勁 聯儲局應至明年中才恢復加息 坎薩斯成聯儲銀行行長喬治 美國現在就應該開始緩步加息 好讓美國經濟能夠及早適應貨幣政策正常化 美國經濟能夠及早適應貨幣政策 美國經濟能夠及早適應貨幣政策